烏尔戰爭從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四號爆發以來 到現在兩年半了 《華街日報》就公布最新統計 戰爭導致了兩國死傷超過一百萬人 還有將近千萬人 他們是逃離家園 流離失所的 《華街日報》分析認為戰爭 對於烏克蘭的人口結構破壞 是比俄羅斯大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俄羅斯 他的人口數是比較多 所以結構被破壞的 沒有烏克蘭這麼嚴重 我們來看到是烏克蘭 在兩千零一年的人口複查當中 他們是有四千八百萬人 可是後來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因為克里米亞被俄羅斯病吞了 導致烏克蘭損失了兩千多萬人口 當時他們的人口數是下降 到了四千到四千兩百萬 那麼俄羅斯來說的話 他的人口數則是一點五億 可是兩國近來都是不斷面臨的是 人口下滑的一些危機 而戰爭則是加劇了這場危機 我們看到烏克蘭他們就估算 在戰爭當中有八萬 烏軍是陣亡的四十萬人是受傷 而俄羅斯方面被歐美評估 則是有二十萬人死亡 四十萬人受傷 同時還有大批的人都是逃離家園 以烏克蘭來說六百萬人逃離烏克蘭 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俄羅斯 他們所使用的戰略會去破壞烏克蘭 他們一些基礎的呢 比如說法典設施 因此一入東就會有大批的人要離開家園 而俄羅斯來說的話 也有六十萬人是選擇遠走高飛 值得注意的是這六十萬人 多半都是年輕 而且具備有高度技能的人才 那麼外媒就分析認為一旦這些人 他們在海外落地生根 哪怕就算戰爭平息 他們也不見得會回到原本的故鄉 也因此戰爭對於這兩國人口 所造成的破壞 恐怕一時之間是難以米平 以上訊息提供給你 眼前鎖定華視新聞 哈囉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